孙燕姿挺运度宣传走透透!粉丝喊燕姿妈妈飞扑亲吻! 中天综合台36频道3月31日期每周六晚间8点,播出全新一季互动音乐节目《我想和你唱》,让喜爱好音乐的观众继续享受更多好歌。 《我想和你唱》主打专业歌手与普通素人同台合唱,节目找来包括孙燕姿、叶倩文、蔡建雅、谭永林、范伟奇、杨宗伟、梁永奇、动力火车、彭佳慧、李敏、邓紫棋、狮子合唱团等大咖云集。 许久未公开演出的天后孙燕姿现出综艺首秀,《在大陆互动音乐》节目《我想和你唱》,惊喜登场。 他先闲配唱电影《溜弄咖啡馆》主题曲《半句再见》,上传YouTube后已突破千万人次点阅,却未收录在实体专题。 孙燕姿于是在节目中与粉丝炫唱《半句再见》,让众多粉丝重温这首人际歌曲。 近期他也在微博DO出动宝宝超音播短片和心跳声制成的预告,把《半句再见》作为赞别粉丝的告别礼物。 目前将专心待产,预产期在今年7、8月。 孙燕姿与荷兰吉印尼一老公结婚7年,育有一名5岁儿子,婚后为家庭弹出歌坛,他难得参加歌唱节目《我想和你唱》,演唱人气歌曲神奇, 独特场相唤醒粉丝的青春记忆,吸引众多粉丝参与合唱。 有素人粉丝在现场趁机告白孙燕姿,表示和老婆是因为遇见这首歌相识相爱,另有女粉丝也带助儿子,老公同台,儿子也受影响。 不仅现场现唱歌曲客不乐,还扑向孙燕姿亲脸颊,大喊燕姿妈妈,让孙燕姿受宠若惊,粉丝们也集体合唱经典歌曲预见。 我怀念的,面对众多粉丝的感性告白,孙燕姿也感动泛泪,最后与幸运粉丝马家一同合唱半句再见,掀起节目的最高潮。 精湛唱功让现场观众听得如痴如醉。 九位发片的孙燕姿去年11月推出酝酿三年的新专辑《跳舞的饭骨》,强势回归歌坛,怀孕却影响原有的宣传计划。 孙燕姿仍坚持品驻运度展开密集的宣传行程,她近日受访时笑称,自己是地表最逞强孕妇。 她坦言新专辑推出后评价有好有坏,甚至看到类似难听死了的留言,我选择让她,专辑褒贬,擦身而过,因为我不想让她影响接下来的可能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